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他将不再参加自民党的领导人竞选 这意味着日本将迎来新的领导人面对一系列挑战 最后 针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涉嫌选举舞弊的问题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表现出犹豫态度 联合国专家小组指责该国选举当局为遵守规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报道 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初选中 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塞莱斯特·马洛伊 在重新计票和法院裁决后 以不到200票的微弱优势胜出 犹他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挑战者科尔比·詹金斯 要求计算一批迟到选票的诉讼 认为詹金斯未能证明选举官员有违反州法律的行为 马洛伊此前在去年秋季的特别选举中获胜 现在他将代表共和党参加11月的选举 犹他州第二选区长期以来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马洛伊被认为在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内森尼尔 伍德沃德时有很大优势 南华早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不再参加自由民主党 LDP领导全竞选 这意味着他将在三年任期结束后辞去首相职务 岸田在任期间推动了加薪和增加国防开支 但由于一系列丑闻和政治争斗 他的公众支持率不断下降 岸田的继任者将面临生活成本上升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以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可能在明年再次当选等挑战 岸田预计将在周三晚些时候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决定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不再寻求连任执政党的领导人 该党计划在九月举行总统选举 胜者将成为日本首相 并领导党派参加下一次大选 岸田的继任者将面临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不断升级的地缘 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明年唐纳德特朗普 可能重返美国总统职位的挑战 岸田文雄长期以来一直在低支持率中挣扎 7月的一项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仅为15.5% 日本必须在2025年10月之前举行大选 环球邮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会在9月之后 寻求连任执政党领导人 结束了他三年的任期 在此期间 他推动提高工资和增加国防支出 根据共同社的报道 岸田决定退出竞选 这一决定是在公众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做出的 岸田的退出将引发一场 接替他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竞赛 继而由新领导人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首相 美联社报道称 东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通知执政党高层 他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9月党内领导人选举 这意味着日本将迎来一位新首相 日本NHK公共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报道 岸田于2021年当选为执政自由民主党总裁 他的任期将在9月到期 由于自由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两院 新当选的党首将接替他成为首相 岸田因党内腐败丑闻而备受打击 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已经跌破20% 《环球邮报》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声称连任胜利后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选举舞弊的指控反应迟缓 联合国选专家小组指出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CNE 在公布选举结果实未遵守规定 导致选举结果缺乏可信度 尽管西方国家对选举结果表示担忧 但尚未采取严厉措施 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时期 曾对委内瑞拉实施严厉制裁 但目前拜登政府似乎不愿加剧局势 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评估马杜罗的下一步行动 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委内瑞拉的和平过渡 悉尼《尘封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计划是一个危险的提议 旨在破坏联邦储备局FED的独立性扰乱市场 并最终影响国家长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 这一提议最早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被提及 随后特朗普在马阿拉格的新闻发布会上 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总统应该在货币政策上有更多发言权 声称自己在房地产和电视节目中的成功经验 使其比联储委员会的成员更有判断力 然而历史和研究表明 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 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特朗普的提议可能会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 导致未来的总统选举变得不公平 《独立报》报道 阿尔及利亚奥运拳击手伊曼·哈利夫的律师表示 JK罗林和埃隆·马斯克因网络骚扰 被列入他的法律诉讼名单 哈利夫在巴黎赢得金牌后 被国际拳击协会IBA取消了参赛资格 原因是为通过性别资格测试 但国际奥委会IOC允许他参赛 哈利夫的投诉在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提交 指控加重的网络骚扰 并称这是对他的厌女、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攻击 马斯克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 关于男性不应参加女性体育运动的帖子 而特朗普也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表示 要阻止男性参加女性体育运动 哈利夫则表示 赢得金牌是对IBA的一种尊严和荣誉的宣告 《独立报》还报道 一名支持特朗普的前线书记蒂娜·彼得斯 在被判选举篡改罪名成立后 仍在节目中宣传相同的错误主张 彼得斯在科罗拉多州梅萨县工作 被判七项罪名 包括试图影响公职人员 共谋实施身份伪造和一级官员不当行为等 尽管被判有罪 他仍声称会继续上诉 并在史蒂夫·班农的节目中表示 他会继续揭露所谓的投票翻转软件问题 彼得斯的律师辩称他只是想保护选举记录 但检察官表示他被错误信息所影响 执意要进入选举系统进行非法操作 彼得斯的判刑听证会定于10月3日举行 他可能面临多年的监禁 在拜登总统宣布不再竞选2024年总统后不久 三大美国新闻机构的记者们 陆续收到了一位自称罗伯特的匿名人士 发来的电邮 声称拥有关于选举的重要信息 该匿名者提供了一批来自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内部文件 包括对副总统候选人 J.D.万斯的研究报告和内部通信 然而 尽管这些文件内容敏感 Politico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都选择不予报道 特朗普竞选团队 随后公开声明他们遭到伊朗黑客攻击 称这些文件是非法获取的 尽管如此 新闻机构对这些文件的处理 反映了自2016年大选以来 新闻出版标准的变化 当时俄罗斯黑客泄露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 引起了轩然大波 新闻机构现在更加谨慎地对待 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信息 强调真实性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Yahoo US 在威斯康星州的Summit镇 选民们将无法参与州议会选举的初选 道格拉斯县书记员办公室 在投票日当天发现 所有的选票都包含了错误的选区候选人信息 Summit镇原本属于第73选区 但新立法地图将其划入第74选区 然而 选票上仍显示第73选区的候选人信息 县书记员KC Lundgren表示 由于时间紧迫 无法重新印刷选票 威斯康星选举委员会管理人员 Megan Wolfe指出 投票者不需要改变投票计划 但如何处理这些错误的选票 将由地方当局决定 共和党候选人Scott Harbridge 对这一错误表示担忧 认为如果选举结果接近 可能需要进行特别选举 Lundgren表示 办公室将审查和改进程序 以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Yahoo US 美国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F肯尼迪Jr 成功获得华盛顿州选票资格 成为九位小党派候选人之一 然而 华盛顿州民主党 以敦促州务卿不要认证他的提名 理由是支持他的签名位 在党代会上收集 这违反了州法律 根据法律 任何对州务卿决定的上诉 必须在五天内提交给 瑟斯顿县高等法院 并在五天内做出最终裁决 2020年 有四个小党派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 今年秋季华盛顿州选民 将面临11个总统候选人名单 包括主要党派的卡玛拉 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 以及多个小党派候选人 这场法律争议 可能会影响肯尼迪 是否能够继续保留在选票上 独立报报道 特斯拉正在洛杉矶计划 开设一家包含汽车影院的餐厅 并已开始招聘餐厅体验专家 年薪最高可达28.5万美元 早在2018年 埃隆·马斯克就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将在洛杉矶的新特斯拉超级充电站 开设一家老派汽车影院 和滚轴溜冰餐厅 并播放经典电影片段 2023年 洛杉矶建筑和安全部门 批准了特斯拉在西圣塔 莫尼卡大道上建立餐厅 汽车影院 超级充电站的请求 并开始建设 马斯克表示 这家餐厅将于年底完工 设计灵感来自电影《油之》和杰森一家 该设施预计将拥有32个充电站 并采用两层设计 屋顶设有露台 尽管特斯拉近期因利润下降 和马斯克支持特朗普引发关注 但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仍在继续 《独立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 被称为滑稽种族主义的帖子 而遭到猛烈批评 该帖子展示了两张对比图片 一张是悬挂美国国旗的郊区房屋 另一张是大量黑人移民 坐在纽约市庇护所外的街道上 分别标注为 特朗普领导下的社区 和卡马拉领导下的社区 帖子引发了社交媒体用户的愤怒和不满 许多人认为 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民权组织NACP也对此表示谴责 称这显示了特朗普团队的种族主义倾向 此前 特朗普在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大会上的表现 也引发了争议 他对记者的质问反应激烈 并质疑卡马拉·哈里斯的种族身份 这些言论被广泛谴责为种族主义 《独立报》报道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RSPB 因在社交媒体上称时任 首相李希·苏纳克和两位部长为骗子 而被监管机构批评为不合适 RSPB在2023年8月的一则推文中 强烈批评了政府计划取消 针对住房开发的水污染限制 指责苏纳克 时任住房部长迈克尔戈夫 和时任环境部长特雷沙科菲 违反了他们保护环境的承诺 该推文引发了争议 RSPB随后道歉 并进行了内部调查 慈善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RSPB的言论不当 但未对其实施制裁 RSPB表示 将继续为自然保护而努力 并承诺改进内部政策 慈善委员会在大选期间 对所有慈善机构的活动 进行了增强监控 并发现与以往选举相比 严重关切的案例 显著减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T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Ball, change the course Monch a s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the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ed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s never cease Ptree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the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ed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görev Estoy The 感谢观看